Are we okay? Okay. 我就说Kavali,我是阿根廷国家网络安全局的局长,然后呢Tracy Huxer是今天的共同主持人,她现在是万国有联的企业部负责人,她也会和我一起来主持这段非常有意思的讨论。 我们在国际谈判和应对网络犯罪的实践当中呢,把谈判和实践的鸿沟加以弥合。 好了,我也想介绍一下今天下午即将发言的对Christopher Painter,他是GFCE网络专长全球论坛的主任,同时呢他也是网络安全防范网络犯罪方面的专家。 他也是世界上的第一位网络大使,网络外交官,Katiza Rodriguez,他来自于EFF,负责全球隐私保护政策。 Katiza,他是线上参会的,Katiza Rodriguez,大家好,我在线上向大家问号,他在纽约,但是他是秘鲁人,他是拉美人,他在纽约。 Lisa Tarsak,他是全球公共政策的主管和副总裁,好,感谢几位。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这段会,我刚才讲了,Valikouva,他是在网络环境保护儿童协会的联盟的主席,他已经在线了。 另外,Valikouva,他是古巴通信部的副部长,非常感谢。 然后,线上参会的,还有Valikouva,是网络安全互联网和程序的负责人,来自于西非经济共同体,Valikouva,他也会线上参会。 是的,好,在我这儿还是凌晨,我向大家问号,或者早上刚刚开始,我向大家问号。 好,谢谢,这次一感谢各位讨论嘉宾,无论是在场还是在线的,无论是在京都的还是在外面的。 那我们这段会主要想干什么呢? 我们现在有几个国际的活动和论坛,还有联合国引领的努力呢,是针对网络安全网络犯罪的,比方说开放工作组,以及联合国特色委员会。 那么还有一些区域性的倡议,所有这些倡议是如何来影响,或者是如何与各个国家的活动,国家的监管挂钩的呢? 还有很多的企业也在构建针对网络犯罪的最佳实践,所有这些工作当中是不是能够彼此相连呢? 对于全球社会的工作是不是有所影响,能不能帮助塑造全球政策的形成,这些在地方的努力和全球的努力之间是不是有一种联系? 我们能不能把这两种努力之间的联系进步的加以增强? 也就是全球的国家的和地区的这些倡议和努力 好了,我们,我先把话筒交给Tracy,因为Tracy会简单的给这对会做些介绍 谢谢,我做一个补充 刚才讲了我们要交流先进经验最佳实践 而且工作组也会推出案例分析,帮助我们了解实地的实操性的实践 无论是你们在和客户还是和立项官方打交道的时候 网络安全意味着什么?网络安全在你们国家有哪些政策? 而且在网络安全方面潜在的最佳实践预防措施 甚至包括一些经验,有哪些经验? 好,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讲到这些问题的要点 并且激发听众的提问 大家不要纯理论,要进入到网络安全的实操当中 好,Christopher在网络安全领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然后呢,大家如果接下来几个月继续出差去参会的话 可能会到处看到他,因为他也在做和网络安全相关的 很多能力建设的工作,像联合国这样的 联合国的开放工作组和特殊委员会 就针对网络犯罪的特殊委员会 还有类似的机构 如何能够成功的融入实践 实操层面的经验和能力 来更好的预防网络犯罪的好 非常荣幸啊 我现在带的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呢,这是日本政府颁发给我的旭日勋章 那这也就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向一位人士去围绕网络安全 颁发了一枚旭日勋章 我再次感谢日本政府 我和日本政府在网络安全方面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我过去呢,也有长期的从业的经验做网络犯罪的 那会儿大家好像都还不是很关注 后来我也在各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共职 FBI,司法部,白宫等等 然后也参与过很多的会议 包括现在的这个特殊委员会 还有一些关于网络犯罪的一些特殊的一些会议 还不仅仅是在联合国内还有外也是都在参与会 那我们确实就是实地的经验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我们当然大家都在讨论啊 就是外交官我们一直在讨论 现在还是专门的网络的外交官 很多国家呢都有网络的这些外交官 但他们并不是专家 他们不是实际的从业人员 有很多问题 他们其实是不明白技术的 你知道像联合国这样的平台呢 是为国家搭建的讨论这些问题的平台 现在还有涉及到很多地缘政治的一些问题 你知道在联合国那样的平台上 他很多时候是由地缘政治驱动的 而非是实际的这些因素 那你在讨论网络安全的公约的时候 所以你必须要去了解这些调查是有哪些经验教训 障碍是什么 确保你要尊重人权 要有这样的专家进来 这非常的重要 不仅仅是来自政府内 政府外的专业经验都要带进来 尤其说到网络安全 我们看到在外交官以外的 就联合国以外的这样的 其实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经验专长 我觉得现在也做了很多的讨论 但是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我们一会儿来讨论一下 独立相关方的参与 但我认为网络犯罪公约 我也不知道它最终的结局如何 现在有很多的政治上面的分歧 包括它的这个范围啊等等 还有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国家呢 都在设这个不限民俄工作组 来讨论这个问题 但很多时候呢 其实就是你坐在那儿 但发现进程十分的缓慢 挺让人沮丧的 所以现在确实是有些工作 那一些国家呢 他们把这个也视为 政治上面的优先要务 这是很好的 但从政治的意愿上 和实操者方面呢 其实是还有一些差距的 应该要大家又产生合力 把政策制定者和实际的从业者 不管是网络安全还是网络犯罪 这样都能够把 就是博彩重家之长 然后大家一起来合作 那我最后总结一下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 欺诈的软件在过去几年 它现在对很多的国家来讲 那都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关注的一个问题 它可能就让人没有办法去获取服务了 没有办法买东西 买汽油 所以还不仅仅是老百姓的这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之前我们提到过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需要继续持续关注 不仅仅是在这儿讨论 当然我们知道IGV的平台已经很好 但我们要在更多的平台要继续去探讨 非常感谢您强调了 技术专家 非技术专家 以及外交人员和非外交人员的讨论非常重要 我自己呢 我是一个工程师 我应该算是在技术方面的专家吧 所以我们在这儿 其实应该要讨论一些概念 不是特别技术的东西 这样我们其他的同事 其他的利益相关方 就能够理解这些概念了 就是你要理解概念了以后才事情都好做了 但政府制定者呢 他们可能怕技术 但是他们其实每天都在制定技术 制定不同的政策 不同领域的这种政策 他其实应该要去多跟技术专家去交流的 我自己就是如此 非常感谢我们一会儿再问其他的这些问题给您 Katessa现在在纽约 你在吗 嗨 很高兴看到你 很高兴在线上见到你 我们好久不见了 希望能够尽快地先下见 我们考虑到媒体的作用 关于网络攻击和网络安全风险的有效沟通 将如何有助于弥合 谈判和实际努力之间的差距 培养公众的意识促进知情决策 有请 非常高兴 大家好 我是关注全球隐私的 包括犯罪调查方面的隐私 关于这个网络犯罪呢 包括立法呀 什么呢 我从民间角度 民间社会的角度也一直在关注 我也是在参与谈判联合国 现在在纽约和威尔纳在谈这个网络犯罪公约 全球层面来看 之前的嘉宾也讲到了 不同的成员国都在参与 已经谈了六轮了 关于他的这个范围啊 但现在大家还有很多的争议 包括他基本的定义啊 如何去进行调查啊等等 都还有很多的争议 没有定论 那回到您的问题 在媒体上我们看到很多的这样的问题 包括钓鱼软件啊 还有欺诈软件等等 非常多 媒体上比比皆是 我们是希望 在这方面不影响我们的隐私权和人权 我们希望媒体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 有哪些威胁 还有呢 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合作 然后来保护好权力 我们要理解有哪些问题 现在有太多的这些程序啊 它都不安全 而且缺乏资金 公司部门 包括国内国外 还是联邦 还是 州的层面来讲呢 其实都缺乏资金 包括这种 勒索软件 它的出现 就加剧了这种脆弱性 那立法者 应该要更多的去努力 去进行监测 加强执法 媒体 它应该去帮助大家 更好的来维护我们的权利 而很多这些专业的人员呢 也都在技术公司内部工作 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 其实就是一项优先要务 我们 其实媒体 它有很多的这样的挑战 他们可以做出很多的贡献 能够帮助更好的来保护好 他们进行的研究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 我们要确保网络更加的安全 包括使用者和设计者都是 包括这些脆弱性啊 威胁啊 解决方案方面 都应该要更多的进行分享 而联合国的 现在正在谈 这个网络犯罪公约 它里面呢 却没有很好的去讨论 如何加强执法 根本就没有去讨论 网络安全的议程 如何从技术层面上来 加强它的安全 很多时候呢 只是关注执法 但它的这个目光 非常的短浅 而且呢 起到了反的作用 有可能会违反人权 包括 他们用网络犯罪 这样的民意 来实现静音的效果 它其实应该从技术上 让网络环境变得更加的安全 要保护好这些独立的调查人员 提高他们的能力 还要给他们提供资金 同时呢 还有一些政府 让这些工程师 打着各种网络的研究的 这样的幌子 然后呢 去做一些 就是绕开这种安全的措施 这样的事情 那就像这些 懂技术的这些人呢 他们就会去盗取 包括像 密码 等这些重要的一些 内容 我们现在讨论的 欺诈软件 当然非常的重要 但其实 还有整个的这个神态系统 我们都要予以关注 我们要有更加全面的观点 这非常的重要 这样呢 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 这个网络安全 它涵盖的内容更多 这样的让 执法部门 就能够取到更多的作用 我们要确保 网络犯罪 它就是网络的攻击 不会就是 有罪不罚 那这样就能够 因为现在很多的人 在这方面是束手无力的 最终呢 我们要强调 我们的合作 要加强基础设施 政府和技术界 都要 加强合作 而媒体呢 在这方面呢 也可以尽一分力 非常感谢 你提出的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观点 比如说设计的安全 还有其他的设备的安全 我们要知道脆弱性在哪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就是我们知道脆弱性在哪的话 我们就去 进行沟通 跟其他的相关的政府部门 进行沟通 应该讲到了媒体 让在公众的知情权方面的重要的作用 昨天我们就专门 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好多时候我们知道 有一些媒体受到了攻击 但我们知道这些被攻击的人 这些机构啊 他们可能不会 直接主动的去透露出来他们的情况 所以呢 媒体其在这方面 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Alisa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IGS 互联网治理论坛 如何在推动 以人为本的网络安全方法 促进全球网络安全倡议 与实地工作之间的见解和经验交流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旨就是这个 非常感谢您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 非常感谢邀请我参议会 我觉得明显想讲背景 我为什么要来这 然后呢 再回答这个问题 Cloudflare是一个全球的网络安全公司 我们的设备和运营啊 是在120多个国家 我们保护世界各地的人民 有几百个客户 全球20%的网络 每天都在经过我们的网站 我今天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 因为我们作为行业 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有涉足 网络安全 去发现网络攻击 另外呢 也要去保护互联网和 内部的网络的安全 所以我们两方面都在着手 其实也是有机遇来去思考 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说到你刚才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Cloud 我们是让百姓更好的 能够保护自己 因为在网络空间 预防啊 比真正出事了以后 要容易 我们网络安全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首先来保护 预防网络犯罪 这样其实能够帮助解决一些挑战 那这些问题呢 它其实是相互联系的 不仅仅只是执法而已 如果说你能够 首先就能够预防网络犯罪的话 那整体情况就好很多 那从行业的角度来讲 我也在想 这些解决方案到底是如此的 那你设计上就要安全 用起来好用 这些就非常的重要了 那说到网络犯罪 我们看到了一些事情呢 就是从实操的角度来讲 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 其实啊 网络犯罪是跨国的 是全球性的一个挑战 很多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需要 全球的执法进行合作 所以一些讨论呢 其实就应该要确保 没有障碍 而且呢要以人为本 能够保护大家的权益 有很多的重要的构成部分 再说到IGS 我觉得我们工作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有一系列的倡议 能够保护脆弱的人群 我们是推从 从设计上就要安全 要去看他们的这些应用啊 什么的 是能够做到这一点 而且百姓也理解 我们也很感谢像IGS 这样的平台能够来探讨 这些有哪些倡议 让百姓来保护自己 我还是要强调 就是预防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要考虑的周全 而且把老 就大家要知道 它到底是 有哪些安全的地方 IGS呢 它是一种多利益 相关方的一个平台 不仅仅有政府参与 民间社会也在参与 行业也在参与 有很多不同的参与者 有不同的背景 然后带来自己的见解 这是非常独特的 我觉得IGS 真正就可以在这方面 去尽一份力 确保大家去了解 有哪些倡议 有哪些做法 那执法方面 有哪些挑战 还有障碍 这就是我们可以 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 Elisa 觉得讲得挺好的 讲到了IGS 在不同的立项官方 可以聚合在一起 来填补空缺 而且呢 我们可以用一种 平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你看到这儿 有专家 有部长 有政府的官员 还有民间社会的代表 以及技术专家 技术代表 都能够齐聚一堂 喝杯咖啡 然后呢 或者说 去一起吃个寿司 然后来讨论 这些重要的话题 我觉得这是 很好的一个平台 这样 其实多边的这样的会议 也很重要 但是它并不容易 还是有一些障碍的 让利益相关方 没有办法自由地 进行信息的交换 下面我要请Tracy 发言 Tracy来提问 我先讲一讲 我们的流程 就是在问题 问完了以后 这一轮结束了以后 Guan Su 他会来再给你们提问 开始问答的环节 我们其中的一位嘉宾呢 会用西语发言 如果说你没有通传耳机 又不懂西语的话 那大家可以把耳机戴上 讲英文的话 也可以看我们的这个讲稿 下面有请Elizabeth 数字环境中保护 儿童联盟的主席 那想问您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采用最佳的做法 比如说自我监管机制 以及社会倡议 以此来促进合作 打击数字威胁和减少风险 尤其是要在网络环境中 保护好儿童 有请 最重要的社会的意愿 就是儿童保护他们 不受网络犯罪的影响 和网络安全非常的重要 过去几年 这个重要性一日聚增 所以说我们的机构就成立了 这是我们成立的初衷 这个趋势呢 是在2023年就开始了 当时呢 部长们就要提出 要在网络环境中 要保护好孩子 保护好儿童 这强调了这个话题啊 其实它是历久弥新 不仅仅在欧洲如此 在全球南方更是如此 我可以说 资源的这样的承诺 其实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能够保护好 在网络空间中保护好儿童 下面我想要强调 这是一个 俄罗斯公司所提出的最 大的一个倡议 它不是通过限制 而是通过打击一些 正面的一些内容 下面我再来提一提 我们要提出了一个 儿童的这样的契约 反映了家长 教师和政府 其有关儿童安全的问题 那么这是市场第一个 基于道德的软发率 那么主要是尊重儿童 作为个体分担责任 保护在线空间的隐私 和价值观以及包容性 那么关键点呢 就是速度平台 在注重内容审核方面的 自我监管 也就是说呢 平台承诺采取措施 来防止可能伤害儿童的 负面内容的传播 除此呢 该领还致力提高 儿童和成人的素质素养 这包括提供 制裁培养安全 上网行为的培训 这个项目和活动 那么在过去的 1.5年时间里 搞了20多场活动 也就是说呢 请例子表明 在适当条件下 主要的数字平台 也承担承认自己的责任 并采取行动 保护儿童 免受负面内容 负面内容 和其他网络 危险影响 而不受政府等 该以考虑到全球速度化 时代对儿童的风险 应该注意到 最灵担任的是 互联网上性博学 和性虐待的威胁 那么 性犯者联系 现在的受害者 分享图片 共同他们犯罪 那么从未像现在 这么容易 根据联合的来源 25个国家的 80%的儿童报告说 他们感觉到 有招式网络 性虐待和性博学的风险 的确 性博学性暴力的问题 以及总体上内容 丰富的性的问题 包括 可能对儿童 造成今日创伤的 性性质的图像和场景 这需要解决的尖锐的问题 不幸的是 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国际社会 和国际组织 做了很多的努力 远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 在2022年 关于有关这个 针对儿童网络暴力的报告中 这个重点关注了 儿童性虐待的问题 尤其强调这个问题 特别是需要关注的 We Protect全球联盟 强调了其信息资源 我引用一下 在网上获取儿童性虐待材料 变得越来越容易 而且数量增长如此之多 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呢 我们正在建立一场 在线儿童性虐待材料的 海啸 英语结束 我们很清楚 一个小学生只要 点击三个鼠标 三项鼠标 轻易结束了 具有高度创伤性 可能造成严重心理创伤的内容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同时呢 对儿童健康材料负面影响的 事件案例的一般通知 绝对不能反映僵尸的情况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 孩子们自己 尤其他们的父母 不会把这些事例带到公共空间 也不会想执法机构和其他组织 寻求帮助 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 额热措施来保护 儿童免兽网络上 性博设 性流淡 我们如何加强 打击儿童性流淡 材料的传播 以及在总体上打击 威胁儿童心理健康的 路股性内容的传播呢 对我们来说 最有效 最实际的措施是 交换关于对儿童有害 和危险材料产地的数据 交换 关于最凡使用的新办法 和机制的数据 那么建立 这个儿童射击资料的 黑名单 以及交换关于攻击者 和罪犯本身的一些数据 我们把它叫做是掠夺者 同时呢 也应该包括那些创造者 下载者和有意识的有害 和威胁内容的恶意分发者 都应该放在黑名单上 同时呢 这种数据交换 今在这个 这个各国之间 同时也应该在负责保护互联网上 儿童的受限组织之间进行 我们比如说在2002年 那么我们删除了9126个这方面的这种内容 那么 而且呢我们 这个IT几家公司都参加了项目 所以呢 我想值得是即使在这个竞争对手 我们也会联合起来保护速度环境下的儿童 所以呢 再次邀请大家呢 我们携手以及共同努力 为这个事业做出我们的贡献 谢谢 你讲到 80%的儿童感觉到 这种风险 就是被虐待被博削的风险 80% 非常近人 尤其是 就是这个儿童交易啊 数量很大 很多是来自这个线上的这种交易 所以我们要关注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觉得怎么样 黑名单啊 交换信息啊 跟政府合作呀 这些还有包括自我监管 我觉得都可以进一步的探讨 我希望在问得的时候 可以进一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 哈罗安德斯 罗德格斯·哈罗安德斯副部长 就是 大家知道在这个网络空圈 这方面的威胁越来越大 那么在国际上呢 这方面讨论很多 所以呢 我想问一下 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认为的 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减少这方面的这个风险呢 危险呢 副部长先生 谢谢 谢谢Trivy 更谢 有机会 分享 我的一些想法 那么 我觉得 对我们 全人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相信啊 首先 我们把网络空间进行分类 因为这么多东西 在开发出来 所以呢 要增加我们防范的能力 还有搞一个 有些国家采取的国家安全措施 他们使用那些攻击性的网络武器 而且掀起了一些网络攻击的措施 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呢 他们这样的做的目的就是威慑他们的敌手和敌人 也就是说 通过这样做的话 把网络空间变成了一种另外的冲突的场所 那么 我觉得 这个 传统的学说中呢 它是把武力 作为一种传统的回应的手段 第二点 就是非法使用 这个计算机资源 包括个人被个人使用 国家包括机构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 这个针对对国家的攻击 这样会也会引起一些国际的冲突 还有信息的错误使用 还有使用ICT技术和平台 我讲的是包括社交媒体啊 还那些电子传播啊 广播啊 那么都是那些干预的一种手段 包括发出那些 煽动啊 不稳定啊 暴力啊 这些仇恨的言论 包括传播虚假和错误的信息 那么都是可以说 不同针对其他一些国家的手段 所有这些都是各国面临的 不断增加的风险和威胁 因此呢 我们在这个背景下 更有必要来遵守国际法 现在所谓是把它叫做是 这个第四代的战争 也就是说寄予这些使用信息 然后呢 来激起煽动犯罪 那么完全的公然的违反了 比如说个人数据保护这样的法律 所以有很多的情况下 他们把它变成一种业务的模式 而且呢 在国际上加以使用导致了 就跟传统的这种国际使用暴力 威胁别的国家 更换这个政治体制 是完全一致的 和类似的 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能够反击呢 这样的威胁呢 首先 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个全球的承诺 也就是说 使用信通技术只能是用于和平的目的 或者是只能造福于 这个人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 我们必须要填补技术方面巨大的鸿沟 因为这些鸿沟 妨碍了发展农国家 在这个ICT方面的投资 现在就这样一个状况 同时我们多次提出 我们必须搞一个有约束力的 而且具有国际法地位的国际文书 来填补这方面 国际法的法律空白 尤其在网络空间方面 通过国际的合作来应对这样的威胁 我们必须加大国际合作的力度 来应对这种网络空间的事故 而且我们需要交流信息 当然也在这个不违反法律 和不违反个人隐私的前提下 而且我们必须提供技术援助 进行最佳实践的交流 包装我们应对这些事故和威胁 同时来提升 有关应对这些网络攻击的 操作能力 而且我们使用一些 共同的术语 来促进这种国际的交流 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搞一种在联合国框架下 国际合作 用一种清晰的 平等的方式来进行合作 谢谢副部长先生 你讲到了违反国际法 这样的现象涉及到某些国家 这方面的非法的行为 你刚才也呼吁用 用信通技术用于和平和发展 我们都完全的同意 还有就是制定新的国际文书 来填补现在国际法方面的空白 我觉得这里而已 我们可以继续的讨论 到时候往下说 我们还有一些 弗拉克欧拉格尼 来自伊库瓦斯 他来讲讲西非的情况 西非联合共同体 它是包括了15个国家的一个联盟 我想问一下在网络空间 还有网络犯罪方面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请你讲讲 谢谢 Elysa讲得非常对 非常有意义 尤其考虑到我们现在经历的情况 在西非 我想给大家 我们15个承认国 其中11个国家是最不发达国家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他们现在面临的挑战 在过去的几年 我们在国家一起缺乏协调的机制 这样的话呢 没法在地区一起进行有效的合作 不光是在这个 而且缺乏信任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相互的沟通 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加大 我们在反对网络空间 网络犯罪方面的合作 还有很多已经现有的这些国际法 各种公约 但是呢 我觉得他的一个前提是 他们之间协调各国在国家一起协调和 落地的能力 那么技术财政 还有人力 我们需要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人员缺乏 人才缺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在这里呢 可能更加严重 我们确实有一些高级的人才 问题是人的数量不够 所以我们怎么样充分分享这些专家 这个专业的知识 是更多人知道 我们 我们其中一两个国家 制定了一些 网络这个空间 这方面做了一些战略 但是比较薄弱 在技术方面 那么我们需要更多的设施和资源的投入 那么到没有 我们这个地方还没有到这个 好像网络犯罪已经成了一种战争的地步 所以呢我觉得还应该 大家都讲到这个疫情 前疫情后 那么疫情对西非地区是一个分水岭 因为在疫情之前 我们更多是讲 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 但是疫情爆发之后呢 那么可以说突出了数字技术的重要性 因为大家没有做好准备 那么现在你要确保 他们需要怎样的技术 满足公民的日常需求 但是疫情带来一个好的事情 就是凸显了数字技术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考虑这个安全 数字的安全 借用一下Christine 讲就是我们需要持续的关注的问题 那么从委员会的角度来说 我们要敦促成员国在这个网络安全方面做更多 已经做了不错了 但是要需要更多 我们确保15个成员国要采取更多措施 因为我们终止呢 就确保人员和商品自由的流通 同时流动的同时 也带来这种网络犯罪的泛滥 所以我们采取更多的措施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技术设施非常的薄弱 那么我讲的是西非 那么也就是说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没有能源 没有电 没有这个照明 这都是基础设施的问题 那么而且呢 确实发生了 当然现在这个网络攻击也是个问题 但是首先很多的地方 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 所以呢我们要加大这个基础设施的投资 提升这方面的能力 帮助我们的公民 来这个 在成员国之间加大这个合作和协调的力度 我们要确保 这种同人之间的合作 那么不光是讲 因为有些成员国 做的有些国家 做的特别好 那么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接对子的方式 来帮助那些做的不好的国家 那么 有关儿童保护方面 就是数据的交换非常重要 不光是有关儿童的数据 当然是非常重要 但我指的是 就是在网络上 在网络犯罪 整体的信息的交流 我觉得这方面我们是比较缺乏的 我们可以做更多 Kabinu Raja 他说的很对 就是 公立部门 自己的力度还是不够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用创新的方式 敦促国家和企业 做更多的 培训他们 再培训他们 提升能力 这样的话 他们能够充分利用现有的能力 让私人企业也参加 也就是说呢 通过PPP的合作 加强 这个西非地区 这种与网络犯罪作斗争的能力 好 谢谢 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些点 我们如何来协调合作 我也是一个小型发展中国家的公民 我们确实有很多的机会 来互相帮助 分享这家经验 我们建立了 经验共享的机制 在邮政领域 当然这是一个具体的部门的例子了 无论是西非还是其他地区呢 都可以去借鉴 这样的做法 刚才你也想到了 预算和人员有限 这也是对于最不发达国家来说呢 突出的一个挑战 所以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 我们是可以向前推进的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问答环节 看看有没有在线或者是线下的问题 而且呢 我们有站立式的麦克风 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到麦克风这边来提问 远程的也有远程提问的途径 今天下午有点安静啊 那么刚才呢 他非常好的归纳了 发展中国家 不光是西非国家 还有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所面临着的挑战 这些挑战对于发展中国家 是有共性的 现在听众没有人举手啊 有听众的提问或者是发言评述吗 没有 好的 好 请讲 我们有一个在线的问题 我来 来自于 叫做哈桑 来自于 是孟加拉国 Remote Hub 的一部分 他说我们如何来 确保 充分地利用好新兴技术 同时呢 确保 不能够有损于 网络安全 就是在保证网络安全的同时呢 我们如何来有效地利用 新兴技术 就是这个问题 线上提过来的问题 既要用好新兴技术 同时要确保网络安全 行之有效地利用新兴技术 用新兴的技术来保障网络安全 为什么我要来主动回答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谈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设计安全 默认安全 Security by Design Security by Default 那么这两个想法 在IGF当中也说了很多 而且呢 今天AI越来越多地 被用到维护网络安全当中了 这也是AI的正面的影响之一 我们知道AI 可能在网络安全方面 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但与此同时呢 AI也可以用于增强网络安全 因为有很多的AI系统呢 是能够用到网络安全当中 比方说对大数据集当中的漏洞快速的加以识别 并且打补丁 然后实时地去识别威胁和风险 那么这些能力呢都在逐步的具备 所以呢 我们能够确保有达到这种能力的系统 或者能够利用这种AI能力的系统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 这也就是为什么呢 我们要进行全球协作 我们以数据为中心的分享呢 很多情况下是需要 要为AI系统输入大数据集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AI的技术呢 反过来又能够去帮助保护网络安全 我也想补充一点 我同意说了所有的话 新兴技术 不能够和更加广益的网络安全 不离开来看 刚才麦克瓦斯的朋友也讲了 就是西非经济共同体的这位 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全球南方国家来说 他们最大的利益的出发点 是他们需要能力建设 他们需要得到帮助 他们需要能够应对这些 威胁 无论是民族国家的威胁 还是犯罪分子的威胁 他们必须要能够获得 国际法行为准则 方方面面的帮助 或者是SIRC 这种互联网准则的组织 而新的技术又能够帮助把这些能力 去植入到他们的系统当中 对于实现所有这些功能 我们要奠定一个基础 RGFC全球网络安全基金会 也帮助小型发展农国家 帮助公民社会 帮助企业和学术界 来促成合作 来确保国家和其他有关方面 能够快速地具备 这些基础的能力 那我们提供的也是一个 开放式的共享的平台 如果我们讲到一些 具体的工作的话 其中最为具体的方面 就是要帮助各个国家 保护好自己 既要应对新的威胁 也要能够良好的应对 也有的威胁 然后在应对威胁的过程当中 增强他们的能力 谢谢Chris 现在还有两个同事排队呢 是谁 右手这个先来了 好 非常感谢 我叫Dixon Lufi 我来自于尼利亚的阿布甲 我有两个评论 首先呢 感谢Chris Oga 还有整个小组的出色的工作 我想我讲的第一个评论呢 就是回应一下 西非经济共同体代表的发言 在疫情期间呢 我们大量的 要更多的依赖 网络安全 因为当时大量的业务活动 都线上化了 所以对网络安全的依赖性也更高 第二 联合国非洲事务委员会 发起了一项调研 来研究网络安全和发展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项调研的目标呢 是让政府的决策部门 更加重视网络安全 拿出实实在在的数据上的依据 这个研究指出 网络安全成熟度 每增加10% 就能够实现 GDP的0.66%到5.4% 各个国家幅度不同的增长 所以我只是给大家补充这样的一个信息 谢谢 感谢您的评论 好 请讲 感谢 我去年也去了亚利亚北巴 也知道这项研究的启动 刚才各位也讲了 世界上在疫情之前 包括疫情之后 大家都在讲数字化经济 数字化 然后呢 现在网络安全方面 在整个社会的基层 谈的并不是很多 但是有了网络安全 能够让网络和数字技术 让我们进一步的去增强能力建设 而且能够 让网络更加重要的是 要把网络安全的做成一项 持之以恒的事业 而不是一个单项的项目 非常感谢您刚才的发言 我们在线的嘉宾 我已经找不到我的举手功能了 所以我就直接发言吧 我就很快地来讲一讲 Chris刚才讲的 是的 GFC GFC做了非常优秀的工作 而且呢 也在和西非经济共同体 这样的地区组织进行合作 在过去几年当中呢 我们和GFC呢 也进行了越来越密切的合作 如果我们要想 从全球的角度来做能力建设的话呢 我们一定 你要想直接和西非的现实挂钩呢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那第二呢 就是James刚才说的 是的 我们知道 缺乏这个领域的报告 但是呢 我们讲到的这个现象 你必须要加以更加详细的 分解一方面 我们要增进网络安全 第二方面呢 我们需要有证据 来提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我们不能够把美国的经验 就直接搬到西非来 而不对 不和西非的老百姓进行有意义的接触 就直接把美国的经验拿过来是行不通的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还是回到刚才 Tracy讲到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要接着讲一句 一两年前或者更久以前 我们就认识到了 这样的工作必须要由需求来驱动 而不是把这样的工作呢 强加给继承 那么现在呢 从全球和地区我们要双轮驱动 比方说我们的工作 像11月份在加纳就开过一个会 我们和非洲有很多的合作 另外呢 在拉美 在加勒比海地区 在北美 我们还有东盟 都有hub中心 我们刚刚启动了我们的太平洋 Pacific hub 太平洋中心 那么这些中心之间呢 可以进行信息的共享 虽然各个地方的经验教训有所不同 但是呢 能够找到有共性的体会 Tracy 是的 还是 请自报家门 我这是半分钟 荷兰外交部的代表 我有一个问题 佛林非常感谢每一位谈话嘉宾 我觉得 有 这次大家来讲 应对网络犯罪和网络安全的能力建设 以及负责任的行动 非常重要 三个话题都同样重要的 我们要进一步增加我们的网络复原力 那我也想问一问 副部长阁下 还有其他几位发言嘉宾 副部长阁下呢 刚才 也 讲到 要通过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 达到国际法的地位 那 围绕着国际法 我们在联合国的层面进行了很多的讨论 所以我想问 讲到这些讨论 考虑到 在联合国层面 我们是不是能够推出 在网络空间能够适用的国际性的法律 而且呢 还有很多专家 不是我 在研究 如何把现有的国际法适用到网络空间 所以我想问的是 能不能请副部长阁下 还有其他的发言嘉宾 讲一讲 围绕着建立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的谈判当中呢 是不是已经盘点了现有的法律当中 有哪些法律或者是条款能够适用于网络空间 是不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盘点和分析 那现在呢 在启动谈判之前 作为全球社会呢 我们仍然需要研究一下 国际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 对于国际法在网络空间适用 很多国家都有其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呢 我们在进行谈判之前呢 是要把这个领域 已有的条约做一个盘点 找到其中的差距 然后我们在谈论 网络空间的国际法的时候呢 不光要让国际法的律师 来研究那个问题 也需要由科技界的人士参与进来 让所有的立强官方参与进来 所以这个问题呢 不仅仅是专门留给立法者去解决的 技术人士呢 也要参与进来 我赞赏您提的问题 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 所以我尽可能讲的严谨一概 实际上呢 国际社会当中也是在讨论 也就是我们有必要签订一个 具备约束力的监管框架 当然国际法的适用性 特别是国际人道主义法律 在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安全相关的条款的实用性 这个当中啊 有一个科学的因素非常重要 这也就是说网络空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空间 网络空间呢 是充满了动态和生机的 在网络空间当中呢 有很多的话题会触发冲突 而且呢 网络空间的安全和传统的过去的安全 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认为呢 我们并不能能够就认为 现在的已有的标准和良好实践 就能够把他们的用途直接复制到网络空间当中 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网络空间 在这样一个安全的网络空间当中 我们可以进行协作 能够共同助力发展 而且呢 我们已经谈论了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谈到了颠覆性技术 新兴技术的发展 这也就是意味着 已经有了新的标准 而这些新的标准必须是有法律约束力的 而不是自愿性的标准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让各方以守法的方式 平等地遵守这些规则 也就是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这些法律 他们必须都促成和平的朝向合作和人的发展的网络空间 感谢您的提问 我现在先不讲我在GFC的这样一个发起者和子前的经验了 我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联合国所有的国家共同达成的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是自愿性的 但是它的背后的政治承诺是存在的 我们要建立起问责制 一旦出现了违反 我们要进行问责 不管我们有没有一个新的条约 现在已经签的条约 总在被有些国家去违反 所以我认为目前要谈条约为时尚早 还有更多的阶段要去经过 更多的工作要做 还有很多人并不理解其中基本的理念 另外还有一个挑战 就是有一些国家在讨论条约的时候 他们想如果达成了一个关于信息的条约的话 是不是一个叫做有害信息的条约 从而会侵犯人权 影响人们的言论自由 我觉得现在来谈论这些事情为时过早 现在重中之重是先进行能力建设 而且我也要补充一下 我同意Chris的发言 从企业界的角度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的重大的挑战之一是 我们要为条约去做方方面面的定义和界定的时候 我们碰到的挑战 从实验的角度 就是在谈判当中 研究人员要想做网络安全研究的话 他能够访问哪些资源 如果你对于这个问题过早的做了界定的话 有可能使得现实世界当中的一些漏洞在出现以后 不能够及时的打补丁 所以这对于从企业界的角度来说 这也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着的问题 我们也提出了网络空间的行为规范 这些我们主要是从全面保护的角度 从企业的出发点来讲的 这是我们主要在促进的同时 也是在设想这样的准则 如何能够为所有的人所遵循 时间费已经不多了 但是有一个来自于现场的提问 先自爆家门吧 来自于德国 我在人工智能如何应用于医药行业呢 是公使了好多年了 我是技术的专家 也是在欧盟的这个范围内呢 是希望能够把这些网络能够联系起来 从我的经验来看 我看到全球有很多的专家 因为我在跟16个国家的同事都共事过 非常的棒 但是他们的这些经验 教训 这些大的行业里面的这些经验 好像都去丢失了 那我们是不是有一种方法 能够把这些所有的知识 能够聚合在一起 打造一个知识库 可能不仅仅是考虑网络安全 可能也要讨论网络安全 背后的这些创造者 你可能要教他们 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去避免偏见 包括要考虑到性别方面的观点 我们现在是想要打造一些欧盟的最佳实践 现在呢也是 想要能够有一些辅导员一样的 就是训练有素的这些人员 他们去进行培训 因为这儿有这么多的经验教训 如果说你只是关乎技术 不关乎其他的方面的话 可能就会有一些有失偏颇 有很多的知识的流失 那现在全球 我们是不是可以建了很多这样的知识库 你比如说这样南部非洲的国家 就能够直接来获取这些知识 好像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两个问题都听了以后 再一起回答 我们线上的专家是不是想回应一下 我们前面的这些收到的观众的意见 我们先看看右边和左边的这两位 先提问吧 然后我们再一起来回应 我叫Gusi 我来自贝宁 经济金融部工作 我有一个问题 是不是可能用太阳能 在西非来发电 来支持这些关键的信通的基础设施 缺电的问题 右边的这位同事 谢谢 我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Kainis 我是尼泊尔的总统府的供职 我们讨论了很多网络安全 网络犯罪的问题 但儿童网络安全的方面 讨论的还不够 联合国有一些报告 里面有数据表明 五分之一的女童 在18岁之前 可能就遭受过性虐待或是性侵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想要提出几点供大家讨论 首先 要有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种方法 来看待这个网络安全 这可能行不通 所以我们就需要有另外的一种单独的这样的一个契约 这样来解决网络空间的这样的儿童的网络安全的问题 第二个 我还想要强调 就是刚才大家已经提到过的 提高儿童的能力建设 提高数字素养 我觉得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说 当然很重要 因为网络安全它涉及到方方面面 我们需要跨国跨地区和国际的这样合作 公司部门和ICT的公司都要通力合作产生合力 这非常的重要 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去应对 刚才讲到技术所支撑的这样的儿童性剥削和性暴力的问题 谢谢 我们现在网上有一些问题 Ruella还有斯兰卡 她说 网络犯罪公约关于犯罪调查规定了些什么 现在讨论的是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 跨国的平台 她如果说不愿意跟地方合作 不愿意去进行网络调查 不愿意在当地建立代表 这样怎么办 我想要回答德国的Cliff的这个评论 我觉得确实 把这些知识聚合在一起 有一个知识库各国之间分享 地区之间分享确实很有必要 现在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数据库了 比如说在美洲这边 打造了一些不设民俄工作组 联合国那边的专门针对网络安全的 就把各国的专家齐聚一堂 探讨这个问题 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应该是一个持续进展的一个过程 但困难是什么呢 就是要与时俱进 因为有的时候挺贵的 要吐出很多的资源 消耗大量的精力 联合国那边呢 应该是CBM的一个中心点 刚才讲到了 就是我们要把搞政策和搞技术的人 都让大家一起合作 我们刚才讲到了 有超过800个这些工具 最佳的实践啊 导则啊等等 大家都可以用 但还有其他的一些 是可供大家用的 你可以听见吗 Ola 可以 不好意思 我刚才没有听见 可以 还有Qside 也在排队 很高兴看到你 Katissa 有请 欣赏参会就是这样 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会 谢谢Oga 我们有很多方面的话题 想跟大家探讨 其中一个呢 就是人道国际 人道治愈法的适用 在讨论网络犯罪公约的时候呢 我觉得不要跟 WE那边的谈判混为一谈 因为他没有公约 在这儿呢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这些犯罪调查 包括跨国的这样的犯罪调查 都是义务性的 但有些他这种保障的措施呢 是自愿的 他这个关于合作的这一章 应该要适用于IHL 能够保护 国际合作 他里面应该讲清楚 如何保护隐私 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国家 要想要另外一个国家 跟他合作 来进行犯罪调查的话 那适用的法呢 这个法律就要适用于 这个取证的这样的国家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这些国家 它的这个隐私的保护 包括人权 各个国家情况都不一样 如果说没有一个 基本的一个基线的话 关于国际合作的 最低的一个基调 我们那就是 要让各个国家的这种 立法来做决定了 那我觉得在这种 很多国家情况就很糟糕了 我们讲的这种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这种 包括数据啊 隐私的这样的监测 很多百姓呢 现在 只是在发个推特而已 然后就被抓起来了 无处不在的这种 监测 包括像有的人 可能就是彩虹族 然后就被抓起来了 无时无刻不在 监视当中 所以呢 我要加强国际合作 让各国去制定 它的这个 国际合作 哪些方 就是在哪些 犯罪方面 可以进行国际合作 一些国家可能会去 犯罪 但其他一些国家呢 它可能也就只是在 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已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基础 来进行谈判 我们要去对一些犯罪定型定义 找到它的范围 这个范围要小 我觉得这些是挺让人 值得关注的 还有关于犯罪调查 有的时候一些公司 它不愿意合作 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合作 有些时候呢 一些国家 它因为就是有些人是 彩虹族就把它抓起来了 或者说是记者写了篇文章 就是犯罪 或者说是写了 发了一个帖子就被抓起来了 所以说这种时候呢 你对他提出请求了以后 他是 说是违反了人权的话 那可能这个公司就 不愿意去配合 我们讲的是 是要求去配合调查 说是要让遵循人权 那现在公约的问题就是 这些国际合作 应该是要由任何的国家 都是定义为是犯罪的罪行 否则政府机构 好多时候就不知道 到底犯的是什么罪 他们如何用什么样的理由来拒绝 甚至是民主国家 都很难去拒绝 这样的合作的请求 他说你这个请求可能比较过分 违反了一些原则 没有遵循你的这个 犯罪调查的程序 那可能这个信息 就被暂时搁置 那如果真正 只是犯罪的情况下 那可能就会导致虐待 或者说是被迫失踪 和其他的对于人权的 严重的侵犯 我想要提出这一点来 就是这些保障的措施 非常的重要 不要去影响犯罪的调查 但你在觉得他要求的过分的时候 要有拒绝权 谢谢 就是你把这个跨国的特征 讲得非常的明白 它确实是非常的复杂 现在请Q塞发言 然后我们再最终来总结 我们在后面是不是就不做Q&A了 然后最后请大家评论 Q塞 很高兴见到你 欢迎 我们全球是需要一个全球性的网络犯罪公约 但现在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今年本世纪早期的时候 我们有个不达佩斯的这样的一个宣言 40多个国家都签字了 但网络犯罪方面的跨国调查这方面 现在还没有达成定论 现在你比如说 Interpol 它现在是在不同的国家 单独的去跟他们进行合作 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 他们又分享了很多的一些信息 进行犯罪调查 调查贵国之间的这些关系 那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做法能够提升 你比如说像Interpol 就现在的基础上提升 好不好 还是说是必须要另起炉灶 打造一个网络犯罪公约 非常感谢 感谢我们的发言 现在我们请嘉宾 可能你可以去回应一下 然后最终的总结一下 你的发言 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讨论的有布达贝斯公约 现在呢 有很多的国家 都已经签字了 而且现在呢 我们在谈网络犯罪公约 还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达成 但国家 现在各自的情况非常的不一样 在保护人权 包括网络 犯罪啊这些方面都各有重点 你讲的这个Interpol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我过去还在政府工作的时候呢 当时呢 我们专门有一个团队 就是24小时7天都不休的 这样的一个团队 然后在80多个国家 分享信息 我觉得 确实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关注 联合国和地区的这些事情的话 你应该要去关注 因为它会影响到 所有的国家 还不仅仅是IGF而已 其中的一个关键呢 就是能力建设 要跟那些需要帮助的国家 跟他们合作 邀请他们加入进来 如果说你还不是GFCE的话 也邀请你们来加入 只要你是利益相关方 我们就希望能够加入进来 那我离开政府以后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能力建设非常的重要 能够帮助我们 去把好的事情做得越来越好 去通过分享经验 然后同时呢 把这些问题都能够注意地解决 我要继续讲这个能力建设 行业在这方面可以尽一份力 我们现在可以讨论的一点呢 就是如何提高所有人的这个安全 但现在不仅仅是在政府 此言间来做 有哪些就是能力建设 需要什么样的资源 然后再来讨论这个合作 很多时候这个合作呢 其实就是跟这个分享 威胁相关的信息 这方面可以做很多的工作 但首先呢 就是很多人他需要一些工具 怎么来保护他们自己 确保这样的攻击 根本就不会发生 部长先生 我们现在讨论的 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 没有太多的时间 有决心取得进展 我们现在的这个标准 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很多的公约条约被违反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 并没有用共存的方式 来落实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需要我们继续地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是继续来讨论这个问题 并达成共识 对发展的国家来说 情况是非常艰难的 那么刚才讲到的能力建设 那么这一点的发达 发展的国家是没法比的 那么比如说发展的国家 他需要确定 这个从哪里发生了这个网络工具 获得必要的信息来发现 还有这个融资的问题 融资能力也是不可比的 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来进行讨论 我们确实没有足够的时间 把这个 我们不能够在犹豫了 我们需要确保 遵守这些公约 来造福我们人民 促进社会的发展 在线 还有几秒钟的时间 感谢这个真经的同事 那么呼吁他们一起来合作 参加今天的讨论 想推动我们进一步 保护我们儿童的权利 这个工作 让我们继续保护 在这个网络空间 保护我们儿童 谢谢 所以需要打造这种 网络安全的文化 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在国家一起进行协调合作 这样的话导致地区一级 进更好的合作 然后跟合作伙伴一起 来这个能力建设 第一上五秒钟 人权是普世的权利 和价值 我们需要团结 那么我们都已经接受 这样的基本的普世价值 所以呢 有关网络的安全 我们需要国际的 这种基本的准则 但是呢 我觉得这点还是没有做到 需要我们的关注 而且呢 在隐私保护方面 也需要加强 但是呢 所以这些的话 人权的保护都基准 所以呢 这个人权 我觉得即使现在的 对安政治的冲突 并不能影响这些 基本普世价值的实现 我们需要努力 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 这不光一个国家的标准 它是一个全球的标准 不能够打着国际合作的旗号 来影响我们的人权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很清楚 我们的公约 应该任何时候都强调 人权的保护 我们一旦 出现这样的犯罪 就应该加以调查 那么国内和国际的合作 都应该立足于这样的基础 我们希望 就是聚焦这样的 这个网络 这个犯罪打击 我们应该聚焦这样的活动 感谢 好 最后 感谢大家这种建设性的对话 分享信息 合作 对技术我总是非常乐观的 我对人的能力 对人是有信心的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沟通 我相信我们都会实现 我们的目标 谢谢大家 谢谢嘉宾 谢谢听众 感谢线上的议会者 谢谢 谢谢